房子大門打開,看見電梯 那這一種的話會不會怎麼樣? 我們這只公寓室的,公寓室的房子很多會有這種情況 有的會避開,有的會對到 這個不一定,有的是對到別人的 有的這樣子 對到別人的大門 有的是對到這個電梯,比如說他這邊如果說還有洞 還有尖 他的電梯假設說在這邊 這三洞的話,這兩洞叫門對門 這一洞就是大門對電梯 那這個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老實講,這個影響不大 這影響不大,為什麼? 這個一般的書籍都把這寫得很嚴重 說什麼這個對到這個電梯門 會有什麼 血光意外什麼什麼什麼,講很多 這個其實沒那麼嚴重 對到電梯門 不是很好,但是沒有沒那麼嚴重 你只要沒有按神位的話 其實沒什麼關係啦 你可以想想看 你這個大門 你一天開幾次 你 假設現在人口都很少 比如說一家四口 你一天進出這個大門有幾次 你開關有幾次啦 然後還要符合 同時符合這個電梯 你開門的時候電梯剛好 也開門 這樣才會影響 我們所謂門對門 它的影響是什麼樣子 它的真正影響是因為 門對門 有一種 可以說會吵架 會口舌 是會吵架 但是為什麼 那是因為你兩個人 嘴巴都張開在講話 吵架 意義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兩個人在一起 嘴巴都不張開 或者只有一個人張開 這樣會不會吵架 吵架是兩個人 才會吵架 兩個人嘴巴都張開才會吵架 那你 兩個人嘴巴都沒有張開 或者只有一個人張開 那不叫吵架 對不對 那現在這種建築物 你這個門根本都關起來嘛 我相信你公寓的那個大門 絕對都關起來了啦 那電梯這個門 平常就關起來嘛 就有人出路的時候 他都會打開嘛 那你想想看你一天之中 你的大門跟他的電梯門 同時打開的機率 一天會碰到幾次 所以不要把這想成那麼嚴重啦 還有像這個門對門也是啊 你跟你鄰居的 兩個大門同時打開的機率 一天就碰到幾次 所以有那麼嚴重說會 什麼吵架啊 會什麼口舌 是會什麼 那個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像這種也是不合思議的 所以門對門其實這沒有什麼關係啦 有的人說 門對門他掛什麼八卦鏡去擋煞 去把它用 那結果他造 這樣子更不好 因為你看你自己過一個八卦鏡 那對方看到會覺得怎麼樣 那種感覺更不好 所以你看你掛一個 每一家都掛一個 讓每一個都互看不順眼 那這樣子才真的會吵架 啊你 你不要去用那個壺 八卦鏡什麼壺貼 啊對方你不要用那個 就這樣子也不會什麼事情 尤其現在的人 現在的人 大部分都 不會去管人家的事情啦 都 都自找門前血而已的 也不會說 這樣子很好奇說 打開門去 去聽你在講什麼 或者是貼在你那個旁邊 門旁邊在聽你在講什麼 不會這樣子啦 現在的人不會這樣子 所以這種門對門 這種刻意不大 所以這種就不要太在意